说起高阳公主 那个真是大名鼎鼎 唐朝公主本有一部分人行为不解 但像她这么武毒俱全的 还真不多见 交哄跋扈 因恶纵欲欺凌家人干预朝政 外家奇蠢无比 前面四条都不算新鲜 第五条都占到才叫人间极品 惹得身边倒霉男子 个个占之极王 七效率之高堪比喝鼎红 说起高阳公主 那个真是大名鼎鼎 唐朝公主本有一部分人行为不解 但像她这么武毒俱全的 还真不多见 交哄跋扈 因恶纵欲欺凌家人干预朝政 外家奇蠢无比 前面四条都不算新鲜 第五条都占到才叫人间极品 惹得身边倒霉男子 个个占之极王 七效率之高堪比喝鼎红 高阳公主唐太宗的庶处女儿 下嫁房玄灵次子房一爱 婚后不久就私通和尚便机 完全可以理解一个物质生活丰富 精神生活空虚的贵妇 遇上一个精神需求圆满 生理需求饥渴的高僧 正好天雷勾动地火 损有余益 补不足 高阳公主前后赏赐给便机的财物 据说数以亿计这数字 看起来很吓人 折合一下也就几十万贯 够萧金客集合下扬州的干活 然而这样的露水姻缘 不管有多么热烈 最终也是难 有任何结果的 更糟糕的是 最后还被人揭发太宗大怒 腰斩便机 也斩断了与高阳的妇女之情 这段孽缘经过通俗小说 和宫廷肥皂剧的重新改造 变成一段天龙八部 这倒也罢了见识过 那小绵羊 版武则天和小白兔版李世民 我们已经对任何极端 扭曲人物性格的作品免疫 不过居然把高阳塑造成 倾国倾城人见人爱的万人迷 连被他迫害攻击的防疫值 和莫名其妙配 他掉了脑袋的吴王客 都成为他的裙下之臣 就真是有点让人受不了 正应了一条规律 恶俗而缺乏想象力的作者 表现女主角有魅力的唯一方式 就是为他安排面首若干可怜的吴王客 去了他的封地遥远的安州 最后死得不明不白不说 居然还被编排成干冒乱伦之名 爱上高阳这种女人 实在忍不住让人同情 太宗嫌有高阳这样的女儿丢了他的脸 高阳也恼恨太宗杀了他的和尚秦王 不过太宗在世的时候 他是拿着个老爹一点办法也没 有的高宗登基之后 他才重新活跃起来 大概是看着高宗 好欺负 一心想借着打倒高宗来报复太宗 正巧他老公房一爱 因与魏王李泰交往过命 高宗上台之后也是属于失事的一派 这下两夫妻倒是有了共同语言 长河同样不满现状的 皇秦国妻 如魏王就党八灵公主驸马柴令武 做事被贬的丹阳公 驸驸马学万彻 自认为比李治更有资格做皇位的 京王元景等等开晓 会 说些大逆不道毁谤朝政的话 玩些假如大便呼气 火辈当成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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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 架空小说接龙 这样口眉遮拦案例已是死罪 在小圈子里几个人议论 一下倒也罢了 听高阳公主还在不断惹是对象 是他一直看不顺眼的 大伯房秦之 房秦之以房玄陵长子的身份 继承了爵位 什么都要最好的高阳公主 于是对他百般刁难攻击 从太宗时代起就开始告恶状 希望把他整倒让自己老 功承袭爵位 次次告状次次落空 反正他是公主诬告 大不了挨顿 妈 久而久之 几乎成为这个无聊少妇 乐此不疲的游戏 房秦之的一再忍耐不能收到任何效果 在高阳公主再一次诬告他无礼 的时候按后果的严重程度 这个无礼大致可以翻译成强奸未遂罪 房秦之终于忍无可忍 你可以质疑他的道德观 但不可以质疑他的审美观 高阳还是比较适合 没见过世面的出家人呵呵说笑 乐 其实是担心这对无法无天的小夫妻走 有一天会捅出什么篓子 连累整个房家了 索性把房秦爱和高阳公主 聚重谋反仪式揭发了出来 高阳告房秦之谋反不过空口白话 房秦之谋高阳却是有评有据 公主不仅口说怨言 更曾派人瞻心捕事窥视公省 既是谋反大案犯案的 又是金之玉夜事情立刻呈报 给了长孙无忌 此时魏王李泰已忧死于君州房秦爱 本来便是李泰的 心腹 为助他夺敌上下奔走颇为卖力 如今胜负一分 竟然还不知趣地抑郁重演夺敌故事 不由地勾起长孙无忌的心仇旧恨 除坐实这对夫妻的谋反之罪以外 更将此事严重化和扩大化 将所有潜在的危险分子 陆续罗织进来一网打击 投一波打击对象主要针对 魏王救党和不满李之作谎 帝的人 其中当时名将 丹阳公主驸马学万彻 八灵公主及驸马柴令武夫妇为李泰心腹 京王元景一直寄予李治皇位 昔日正为失败的太宗庶子吴王克 也被牵涉进来 此案审理结果 房一爱柴令武靴万彻三威驸马军备 出展 原景李克二王及高阳八灵二公主赐子晶 纵然是金之玉燕 一旦得罪长孙下场竟会如此凄惨 就算不相干的旁人也感觉不寒而栗 其中 巫王李克之死最是因得后人同情 他也确实没有参与房一爱夫妇愚蠢的密谋 但长孙无忌这样处置也是事出有因 巫王克并非没有野心的人 并不见得心甘情愿的 奉义母兄弟李治为主 如果说长孙无忌对这些人的处置 还有维护证据稳定的考虑 那之后的进一步诸莲就纯属魏保寺院了 现任宰相是钟宇文杰 李唐宗是名将江夏王李道宗 久将公主驸马直师私立 接坐与房一爱交通 流放岭南 其家属也没为官奴 之后更费克母弟属王因 为数人软禁于八州 房仪直贬春州同龄位万彻 帝万北刘娇州 霸房玄陵佩晓 李唐宗室之中 已将校王李道宗与和监王李孝公军功 最甚 李道宗为人也很谦和 只因与长孙无忌不和 贞观末期自情改人散观 一一隐退 但还是逃不过贝罗之立案的命运 并死于 流放途中 无论用什么理由 也不能为长孙无忌的这种做法开拓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排除一己的范畴 手段不免酷裂毒辣其专权捧党 滥用刑法之甚 实为大唐开国以来执警戒 被人视为一隐祸光一类的权臣不能为无音 旧史之中对长孙无忌颇多维护 但对其猜忌大神拟劫一路的作为 也有尖锐的指责 道宗君谋吴勇 好学下贤于群从之中 称一时之解 无忌遂良前不邪之夙至千载之冤 永辉中 无忌遂良中而获罪人皆挨之 殊不知诬陷流忌 吴王克于前 网害道宗于后天网布 喽 不得其死也一再 善勇者 溺于水玩 活着都自焚 长孙无忌一生惊善权谋辣手执政 他日后的悲凉节 其余 又何尝不是今日种下的前因所致呢 永辉四年二月结束的这次大案 让天下人都见识到了 长孙的宣赫权势和铁血手段 若干明王贵人生命的消逝 铸就了他名字的霸气与威 言 在鲜血和白骨的硬衬下 长孙无忌的声势豁然一如 日中天 然而月满则归 谁满则役 高阳公主一案 标志着长孙的权势达到了极盛 却也让一直对他言听计从的理智 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 来自旧父的镇主之威 时过境迁之后 他或许会后悔今日的张扬 政敌们在皇居之下 越发地暴拢成团 更引起了理智的遗己之心 愁愁满志的长孙无忌再也想不到 一向温顺听话的小外甥心头的阴云 正在越聚越浓 只在一个女子的仙仙束手挑动 便将化为惊雷蜜语 破天富贵 请客被雨打风吹进 盈亏之间祸福一发 又岂是凡夫俗子能够堪破的呢 感谢您收看启歌说历史频道 欢迎将您的想法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